今天來到最後一場比賽了 由麻吉來對上的是台北 J 車 沒有是J戰隊 到底為什麼會有台北車戰隊 沒有原因我覺得是因為 就是J戰隊 如果你唸得快一點 虎一點就會 J戰隊 就那個PSG那個梗圖就超好笑 他們就全部隊友然後在那邊台北車戰 所以在換隊之後 到底離開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呢 到底是排毒成功還是錯誤的呢 確實在 尤其是我覺得在麻吉剛剛提到了 輔野兩位老將之外 其實 立凱的表現特別的好 我覺得對他還是蠻期待的 對那另外一邊呢 你有期待嗎 另外一邊J戰隊 不騎不帶不受傷 沒有啦 我是說 我本來就很期待他們啦 我不是說他們作惡忘一嗎 哎呦 那這邊台北J戰隊 能夠拿出來的中路 維克特 球女 維克特很難打 球女或星朵拉 對 但是球女也不好打 對啊球女不好打 但是這邊就是 你看如果今天選星朵拉 那就會少一個輔助的選擇了 對 那麻吉這邊三選的輔助 就會占到很大優勢 有沒有可能 叫做中路小炮 對著推 不行啦 我去年就叫他選 我好像講了什麼不可以講的 不會不會不會 你選的嘛 那那合理啊 我剛剛只是突然蹦出來這個想法 我也是突然想到我好像有關閃過 但是下路也是有機會打起來的 這場就很精彩 大亂鬥 因為很多觀眾講 就包含我自己剛剛提說 因為你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把路線都拆開來了 過往的紀錄甚至比賽內容來看 HANA確實在打野位上面的目標很不明確 整體來講我覺得麻吉陣容更勝一籌 我大概仔細心裡盤了一下 我殺盤推演了一下 應該麻吉應該比較優勢 那還好我剛剛買麻吉 那個忠誠點數上次壓追戰隊就全爆了 因為前排互換倒的一定 喔 又想頂 剛好來到兩級 小B往前想暈 然後要自然的火箭跳躍直接往後拉 點燃已經交出去了 不太敢打嗎 或者是站位 這是奇怪的操作 OK 要來看一下下半區 又是瑞兒往前頂 屋底被火箭跳躍的緩速給留住 而且自己剛好下馬了 此時來到了三級 往後戳了一下 我覺得換牛的血量很強 我說真的喔 在這類型的英雄被推現的時候 是非常不舒服的 往前騎 Alan騎到的是Alan 暈到了有機會打死 被上了點燃 一波帶走 而且Alan已經倒掉了 難道這一戰隊要原地起飛了嗎 點燃錯了 再往前騎 又是無敵 閃現不普攻 瑞兒拿了雙殺 直接上馬 出事了阿伯 我覺得小胖應該是覺得 牛會把他頂掉 所以他完全不動作 不過畫風一轉目標往上打 Rest吃到了保齡球 對 那是沒辦法 因為那個是一定溝通過的東西 你看 牛應該有機會頂掉 我在想會不會是牛 當時CORALA判斷說 如果我真的頂了 我的位置會不好 來到塔前 因為我看角度 不會 他可能會飛到這邊來 但不會抗塔 不會抗塔問題不大 那就是失誤 唉唷 來囉 往中走 HANA要閃拍 閃拍到 而且是東山跟了一個虛弱虛山 直接推死 這就是 你知道這個 無敵的很像什麼嗎 很像熊 這個畫面有沒有看過 你說 喔 世界賽的 麻吉 但是後面是 CORALA首先發怒 把無敵給撞回來 還好有個這個 沒有辦法 他打出了列地的雙防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活下來 我覺得 就是他意圖明顯 他沒有閃嗎 他沒有閃 沒有 應該是前面被逼過 因為他剛剛在塔下是殘血的 所以 那 他以為輔助在旁邊很安全 但其實這是一個錯誤的 錯誤的現象 不過說真的 我覺得這邊 呃 台北這一戰隊有點溝通失誤了 是 他們雖然殺了對面的中路 但是他們的下路線 在 這個位置 抽獻啊 就他們的AD 另外一邊 又來了又來了又來了 把他踢在牆壁上面 因為莉亞立開 有自己的力量衝擊想衝走 不過後面有HANA趕過來 這一把HANA 移改了他之前的一個打野風格 積極進攻 蛤 應該說這把很容易打成這樣 開局前就講了嘛 這把是大亂鬥 打野就要發育 那本身 所以我說 台北這一戰隊前面 有機會拿到優勝 閃現碎 虛弱快在推 暈倒 但仍然在塔下 被Germann給帶走 那這邊進入一個短暫的戰隊 不過講 這一波其實 你自己要心裡清楚 你的打野在做事 對面的打野 想做事 那你出去就是給他機會做事 可能東山心裡面有個念頭 我要戰鬥 對不對 要走出牆外 好像 我要戰鬥 我要戰鬥 就走出去了 我們會確實 老三講的是對的 就是那個位置 尤其是你的打野在上半區 剛打完 你要走出去 本來就很冒險 你要等他 你要等 你就多等個20秒 等他來中路 帶你走出去 因為你現在沒有閃 就像一個殘廢的老人一樣 所以就是那種 哎哎哎哎哎哎 老太太過馬路了 東山過馬路了 哈哈 東山過馬路了 對對 這就是一個 有推到 有要接大絕了嗎 接了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HANA 準備衝進來 是一個雄型態 有可能走 要閃拍嗎 有閃 有閃拍死了 有閃現重擊才 然後回家 打不了 這邊可能要稍微跟一下自己的隊友講 因為對方要直接來了 很難受很難受 牛往前頂 搭配著小路趕過來 但是瑞仁吸了一手大絕 後面的 這個小炮先交閃現往後 但在這邊運助上套 給他Adan之前離開的戰場 現在就是你們只要出來先往中路走就好 是 抱著腿 對對對 現在東山很粗 腿很粗 腿很粗 哈哈哈 腿很粗 是不是又想Cue我講撕裂傷 哈哈哈 打AD腳要先買一個那個 救急打現狀 就探索折戶 先買布甲比較安全 是 哇你這句話也很老 哈哈哈 然後馬吉的這種 我看起來還是得仰賴宣傳 立開 無暇從人暈倒 但是自己也被反暈了 撲了一個見證想滑 Rest跳過來 下了雷的重擊 HANA一個火風形態 直接拍死 然後可以去輻射到對面上下路 不能打進來 閃現想放大絕 單殺 東山 直接教育了新人G米恩 另外一邊的話還有HANA 趕過來支援 乃哥是一次碎兩個 在反身一仗敲死MISSION 但是重點不是在後續這個收頭 而是單殺了中路G米恩啊 好破 我來看一下這一波 感覺兩邊 這個G米恩吃全招欸 他滑了躲一顆球 閃現Q啊 閃現Q 抓到那個 他抓到他想要 想要晃過去 這個G米恩這個走位 他想要過去靠這個 他想要靠乃哥那邊 乃哥也是一個環球吧 是另外一邊的中路的防禦塔 G米恩可能要守不住了 這個你要放喔 你跟我講一樣的話 這個你要放喔 你不下一個放嗎 因為他們放置要吃小龍吧 不放也能吃啊 我也覺得不放能吃 因為你其實往前壓一下 夏波兵進來往前壓一下就可以吃了 好 此時是一個閃現的WQ連段 可拉進場 目標竟然打在哈娜身上 但另外一邊 烏迪還有進場的本錢 閃現大絕都還在 而可拉此時找到的是 烏迪的位置 直接把人頂過牆 烏迪被碎到 反身吸了一手的自己的大絕 然後閃現被霸彈給炸了一下 還有一個乃哥的碎 是碎在了屋底身上 然後閃現艾德翔 不普攻直接被劍尾給劃掉 但此時 小V是補了傷害往上一滑 旁邊的月利亞也是進場 直接把娜爾給抽了 小V此時開啟自己的S大絕 就沒來跑得掉嗎 差以下的普攻 小路蹦蹦跳 直接走掉 跑得很快高速公路 可拉是掩護自己的隊友撤退 哎呀好像要不到人頭了 姬米恩反身滑出來 哈娜在這個草叢裡面想中 結果沒中到 哎呀 哇在打啥 欸你說哪一邊 這一 哪一邊這一戰隊 我覺得 我覺得一個人進去做事 也是一個很蠢的舉動 不該出現啊 你說這邊嗎 還是上一波 應該上一波吧 你看你的隊友這個馬 一個要履扣一個在吃龍 一個要回去收線 然後你一個人走進來放這根眼 你什麼意思啊 很奇怪 也不像藥團戰啊 不存在的 對啊 不像啊 他想做視野 但這波 你不能走到這裡啊 想偷雞耶 就我覺得 就是 無敵選手可能還是太年輕 很像是那種 我隊友在吃 他覺得對面不來這條龍 他們覺得對方放了嗎 對 但事實上人家只是給你這條龍 沒有說連家裡視野都要給你 你敢來 你敢越雷池一步 你就要死 所以我比較看好麻吉 因為我覺得 台北車站 台北車站在 前面幾場比賽看起來 他們前期沒辦法拿到太大優勢 是不是 你是不是上禮拜沒有坐到末班車 然後 心裡耿耿於懷 我等一下一定要去台北車站坐車 沒錯 希望打快一點 我等一下可以坐車 來看一下上路 Rest跟JimmyN的對打 結果好像點不太贏 反車開了吃車屠戀 而Rest馬上變大 乃哥也趕過來 靠一下 而且現在最肥的其實是乃哥 401的戰績 Rest還在等 還在等 知道啦 猜得到 狂效猛擊推 釘在牆壁上面反暈 然後JimmyN這邊的話還帶招的 看來是被睡起來 Rest的如意算盤直接被折斷 兩劍 我覺得他這兩劍 來了喔 然後左邊的東山被吃的屠戀 射了滿臉 另外一邊Rest此時變大 剛好把立凱頂在牆壁上面 但是控制已經打完了 然後來看一下後續 牛的WQ 把Rest給頂到牆壁上面 Rest先交了自己的娜 跳跳跟閃線先往上拉 還有輸出了空間 Rest變成小型太手 打了一個三環 但吃了治癒了 立凱還可以繼續作戰 而另外一邊小兵被頂飛 然後在另外一邊的東山 竟然是換掉了小路 然後再來加上小V的進場 把牛給換了 立凱還有無暇重認的一個空間 跟JimmyN還在手 還有一個這個狂風之力 還可以做一小段的位移 而且此時有射手的情況 來看一下追在追的 這三個人要怎麼撤退 而Alan跟JimmyN雙射手 還在壓位置上面 又亮了XTB 是立凱回補完之後 帶著全新狀態 重新回入戰場 而來看一下立凱的 無暇重認這個場面很危險 暈 竟然是暈住的是Rest 而另外一邊的話 Samiya小V 直接開啟S級大決 拿到了一個Double kill 之後準備秒針第三個 一個炮岩打出立凱的手套 但是已經走不掉的被排暈 一個誇張不及想暈 但看來應該是真的沒有辦法離開 但反正立的衝擊衝 被小V的一刀給斬落 直接拿到了一個將近Triple的戰績 是 才會贏 不過先看轉吧 這個是先把 其實這個反應很好 我就說了 東三不在 他們怎麼可以打啊 傷害根本不夠 有他踢過來 我跟你講要不是小V擋到這個 這波直接裂開了 因為他會被碎到一堆人 他四個被甩箭震牛 就要進場開始 一個直接牛直接閃箭 進場combo直接贏了 直接屌虐 東三敗血只能在暗上觀望 只能在暗上觀望 因為剛剛是睡兩個嘛 然後劍震鋪出來小V擋 絕對是擋 絕對是鋪四個 然後屌虐 牛閃線WQ就結束了 而且我覺得 整個G戰隊的突然隊員 全部在同橋線上 他們全部往上打 很帥欸 兩個閃線直接交 交完之後開始收 然後後續 我覺得是因為 麻吉有雙射手 所以他們想收 我覺得這兩個 我覺得還是太年輕了 他們太急了 他們其實這波看著立凱表演就好了 來看一下左下角的一個團戰 是不是首先是無敵騎 然後又被小胖給推開 牛首先 手當其衝的是 吃了所有傷害直接倒掉 另外一邊小路是 想放自己的睡 但是來不及放出來 就開了驚人 直接結束這個團戰 有一個狂笑夢擊 把立凱給推回來 立凱反射 撲了一個劍針 直接被小臂給秒掉 扭著那個卻寶座 想要拿一個Quadra 還有機會嗎 Ada已經用自己的走位 戰衛火箭跳躍 直接跳走小臂 用一個三連插來做收剛剛這個團戰 過得很不舒服 他前面其實已經被壓制了 對 但是他團戰上拿 他的 用他的操作拿到優勢 這個是牛 牛先上去開嗎 怪怪的 因為他的位置很前面 我覺得他不該出 不是阿 上路還在帶線 怎麼會走出去啊 好奇怪喔 就位置吧 他的位置站得很詭異 我覺得 其實就是心態問題 上一波 隊友打成那樣子 我感覺他看不下去了 所以這波不知道在幹嘛 霧C 霧C 有沒有余C 他睡到雙C很難 對阿 關鍵不累 對 而東山回補完之後 直接亮了傳送 趕過來隊友身邊 另外一邊Rats的即將要變大 但來不及變大隻直接被秒掉 後面的話是Rail 無敵進場之後直接吸了三個人 後面的東山 直接打了一波爆炸 直接把Alan給打死 但Mission也是跟著被利凱的 這個刀刃給陪葬掉了 來看一下另外一邊 小V說死不了 但他死了 呃 出了點問題 我感覺有人在搞喔 有人在搞 他們推了兩座 中二塔 下二塔 這個叫做回補時間 對 你這個叫做 你領先的優勢還沒轉化成經濟 你這個時候就是 對手一定要跟你打 對 這是對手最想跟你打的時間點 嗯嗯嗯嗯嗯 然後是我們 呃我呃 就是 台北之戰隊最不能跟隊員發生碰撞的時間點 對 因為你領先的七千 可能 大概有三四千 是現金 還在吃現金 是現金 對對對是支票 你還沒去兌現金 對 可以 你可以找一個有財經常識的人來驗一下這張本票 對 就不能這樣玩你知道嗎 他好像走不掉 對 三個三個三個 他應該走不掉他應該也要死 對 睡嘛 欸不用不用睡不用他沒有睡 不用不用 直接轉 轉到轉死 他要給頭嗎 沒有辦法自己 對 哦 東山抓到的是可拉的位置 虛弱虛山推 可拉先走位扭過 而另外一邊的話應該是開吃了 哇 睡到的是Mission Mission爆破就夠趕快下強 還好 還好他下強了 完了完了 還好他下強了 虛弱虛山先把人給推開 而立凱還是叫了TP 來到了巴龍池這邊 巴龍池要九千 還來不及吃完 Rest已經變大 目標想抓JimmyN 用自己的狂風之力先拉位置 不過哈拉加速衝過來了 JimmyN這邊有閃現但他沒有拍 又睡到東山 真的啊 東山要小心 東山要小心 而另外一邊來看一下站位 TP進來 這個是JimmyN的TP 然後J挺的人也就位了 Rest的怒氣是半怒 巴龍剩下三千點的血量 Gemina已經就位了 雙子這邊 要五十五十重擊 來看一下閃現重擊 中到了這條巴龍 但是還是被哈拉給拍運 而另外一邊 Rest準備變大 來不及變大 就被小炮給推開 但剩下一個Koala 叫堅定意識的大絕 想要來 這個活下來但是很難 被Udi給頂飛逼了一個閃 但炮也緩住 而另外一邊 雖然小露已經倒下了 之後來看一下這個閃現的哈拉 想要來拍運 而且剩下快戰直接推死 漂亮 那這波即便巴龍被偷走 不過麻吉看起來也是雙拳難敵十隻手 欸左邊五個都還在啊 怎麼會在那裡回程呢 哇那即便這個中關 我覺得很關鍵的是 因為我覺得整個麻吉其實很依賴小露的輸出 他就算中到那個中擊 他不會贏你知道嗎 就是你吃了巴龍對 但是你直接少一個人 我覺得剛剛要贏只有一個可能 就是隊友全部都來 隊友全部就是下來打 你中到之後 那個團應該要開起來 而不是中到之後走 賣小露 賣小露就沒有 你的意思是說全部麻吉應該往內擠 要想辦法打這波團 對 你今天中到這個巴龍 但是這也是後期的巴龍 這不是二十幾分鐘的巴龍 這是三十幾分鐘的巴龍